个资法已经上路了 如果要查个人的资产 当然需要当事人的同意 结果呢有一位小姐说 两年前她跟在银行上班的一位先生交往 结果疑似在不知情况之下呢 被人家对方查了她四笔资产的明细 她就怀疑对方讲说 你干嘛要查我家里 我的这个身家有多少 是不是嫌贫爱富 本来都要结婚了 结果婚也没结成 那么台北市法治局认为说 银行是有控管疏失 但是这个男员工呢已经离职了 现在整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小姐也透过婚友社 和任职银行员的黄先生结识 没想到闹局收场 我觉得薄情郎吧 我之前我的邻居跟我说 你不是在结婚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 所以现在都要躲我的邻居 赵小姐口中的薄情郎 照片还留在手机里 但没想到两年前 双方都已经论及婚嫁了 黄姓银行员却疑似以职务之变 调查赵小姐个资 身家财产曝了光 单亲妈妈的感情世界也顿时依靠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保姆 当然就是我的信用一定就是很普通 我也没有什么借贷 所以她发觉 虽然你是住民生社局 但是你不是我想象中这么有钱 那这个法律责任的部分呢 张银可能她有所谓的监督不招的问题 银行主管证实 赵小姐个资被窃取 双方进入司法程序 只是记者会指控少了当事人现身 各资法遭窃疑云难免沦为感情纠纷 外界物理砍华 这期为你时间周深的台北采访报道